看到還沒握到手的里長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主動上前置意 回訪本命區中山區 現場近十名里長陪同 在地議員跟小姬也現身 看得出蔣萬安要展現在 自己選區的高支持度 破除霸妝傳聞 回到過去一直以來栽培我 照顧我的文昌公非常高興 今天也來了非常多的里長 大家給我加油打氣 藍營戰將勤跑基層 民進黨戰將是否也快浮出台面 西邊也有一個可以轉成的 東邊也有一個可以連結的 展現對北市企圖心 林家龍前進南港出席 港湖區議員舉辦的座談會 關心交通問題 不過現在也傳出 民進黨可能將徵召 衛府部長陳時中參選台北市長 並沒有這樣子的內定的人選 至於時程 我覺得就是按照正常的 民進黨的徵召的結果 我一定不管這個徵召的人是誰 我一定全力支持 雖然林否認近期徵召傳聞 不過蔣萬安持續猛攻 現階段全民抗議其實還沒有結束 任何個人的決定都不應該影響到 指揮中心的運作 陳部長將200%的心力都放在防疫工作 眼前還是防疫大於選舉 北市選戰撒卡都 蔣萬安積極固裝跑基層 不忘炮打白綠可能勁敵 綠營部分人選尚未明朗 但在防疫優先的前提下 還是要拼推出最強人選 蔣萬安積極固裝 蔣萬安積極固裝 看到了 在呱簡衡就反應了 但是走人不斷 也就是從前提到 ちょ得地噓 努力裝